經樂系統與針灸治療 中醫認為人體有一個精密的書報網絡,稱為經樂系統,負責傳送器、血、遵液等,他像一個巨大的網 將身體不同部位聯繫起來,構成一個全面而複雜的人體地圖。 中醫將經樂的生理功能統稱為經器,其主要表現在聯繫,滋養 條節活動各方面,經樂原身體特定路線巡行,聯繫內外組織、病理常、病且可原經樂全面 侵襲身體各部,又或者體內臟腐病變通過經樂反應在體表 醫生可以正後來分析辨別臟腐經樂受病的深淺 治療上,通過次救體表數月,疏通經器,調節臟腐氣血功能,改善失行狀態,達到防治目的 針舊學外用於變正規經,循經取悅,針刺補石等,都以經樂學說為理論依據 經樂學說是針舊處方的基礎,熟悉經樂循行和交接規律等,對面經樂 選閱定方非常重要,中醫經樂系統是由十二經脈,其經百脈 十二經別,十二經根,十二皮布,十五落脈,以及無數的酸酪和浮落等組成 其中十二經脈是主幹,十二別經是十二經脈在空腹及頭的內行之脈 十五落脈是十二經脈在四支及區幹的外行之脈,其經百脈具有特殊分布和作用 十二經根支配筋肉骨格,體外皮膚看十二經脈分布而有十二皮部 經樂系統對中醫學的重要性就像解否學,生理學對於現代醫學的重要性 十二經脈 十二經脈又稱十二正經,左右對淺地分布於身體兩側 是經樂系統主幹,氣血運行的主要通路,與臟腐直接聯繫 十二經脈循一定方向行走,或上行,或下行,並且相互連接 而構成一個村流不適,如還無端的氣血流主體系,除了兩經首尾直接相連外 他們還通過脈絡分之間全面地連接,十二經脈有首經、足經、陰經、陽經之分 首 足循行走向陰經,陽經聯繫狀苦連接順序 首由空走手,元掌面,前臂面走太陰廢一 缺陰心包九,小陰心五 由手走頭,然後背,手背面走陽明大搶二 小陽三招十,太陽小搶六 足由頭走足,圓驅幹,下之的前面,外側及後面走陽明衛三 小陽膽十一,太陽旁光七 由足走腹,圓下之內側面及空腹前面走太陰皮四 缺陰肝十二,小陰腎八 十二經脈的分布規律,走向可總結位 首之三陰空內守,首之三陽手走頭,足之三陽頭走足,足之三陰足內空 每條經都經過手滑足,有一定的起止點,同時又循環到身體的臟腹及某部位 根據四肢內外,陰陽的對形,表現特定的組合 表類配合,四肢內外兩則的相對經落會為表類 在四肢末端相連接,如守太陰肺經與守陽明大搶經會為表類 如此共可分作六組,手足太陰配陽明、手足缺陰配小陽、手足小陰配太陽 這種表類關係加強了狀腹經落之間的聯繫、針灸師術時 據此而有表類經取悅法 同名配合,同名經在心胸部或頭面部相連接,視手足產生直接的聯繫 針灸師術時,選用同名經的數月內治療本經疾病,可獲滿意療效 屬樂配合,十二經脈中,每一條經脈必和一個狀虎相統屬 又必和另一個狀虎相連絡,這種屬一個狀虎而落一個狀虎的關係 必須陰經與陽經配合,陰經屬狀、陽經屬虎 因此每一個經脈的屬樂,也可說明一狀一虎的緊密聯繫 研究人體經樂系統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以及狀虎的相互關係的學說 太語陰陽、五行、狀虎、氣血津液等共同組成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 呼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恥,公之所恥也 經樂是人體氣血運行,經過,聯絡的通勞,經像經路的無所不通,落像網羅的錯中連接 十二經脈屬樂狀虎表 陰經屬狀樂虎陽經屬虎樂狀 守太陰肺大腸守陽明大腸肺 守小陰心小腸守太陽小腸心 守缺陰心包三招守小陽三招心包 竹太陰肺為竹陽明為皮 竹小陰腎膀竹太陽膀腎 竹缺陰肝膽竹小陽膽肝 十二經脈分部部為簡表 十二經脈外部內部 守 三 陰手太陰肺經空旁上之內則前大指術肺,落大腸 守缺陰心包經宇旁上之內則中中指屬心包,落三招 守小陰心經月下上之內則後小指屬心系,落小腸 守 三 陽手陽明大腸經臂旁頸肩前前上之外則前設指屬大腸,落肺 守小陽三招經微梢以後頸肩後上之外則中無名指屬三招 下心包,守太陽小腸經以前頸肩甲上之外則後小指屬小腸,落心 竹 三 陽竹陽明慧經目下面周頸前空腹第二則線下之外則前設指屬位,落皮 竹小陽膽經外債頭滅項則脅腰下之外則中第四指屬膽,落肝 竹太陽膽膽經內債頭頸第一則線下後後背腰第一,二則線下之外則後小指 落腦,落腎,屬膽,屬膽 竹 三 陰竹太陰皮經空腹第三則線下之內則前,中大指內屬皮,落胃 竹血陰肝經歇步陰部下之內則中,前大指外屬肝,落膽 竹小陰神經空腹第一則線下之內則後竹心小指下屬神,落膽 臀膽,落心 十二經脈 守三陰經從空走手,守三陽經從手走頭,竹三陽經從頭走足,竹三陰經從足走空 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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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出面 出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